好的,我们这边来看一下VX对阵BZY的第二局下半场 谢谢白子木的好运经理 我们来看 这边的一个出生点位是直接往大门方向过去 大门方向过去两个人 佣兵这边被看见了 那里面还有一个调香师 这调香师脚步是已经压好了 足迹应该是看不见了 位置上面的一个选择 我们看调香师这边蹲下 插眼,那应该能照出来 好,这边死抓调香了 有先知,调香师的发挥空间还是比较不错的 这边香水先放,回,往回退 这根出生,我们看他这边的天赋是底牌挽留 然后带了通级 没有三点插刀加锁,点了一点 这边一根出手锋 香水,回不回呢 回去要配鸟,回去要配鸟 对,回去配鸟,这边挨一刀 这样的话,这一轮先知调香的配合 还是打得非常不错 这边应该是沟通好了 他打我了,他打我了,香水 我香水,有香水 转一圈 这一轮调香师的一个走位还是不错 但是这边要吃一刀实体 往前一拉 这边香水不太好,回去 硬回,硬回的话 再躲掉一个触手 走位很灵性 这边这块板子应该要下了 但下板可能会挨刀 吃一刀实体刀 由于是一个插眼黄衣 我们看他这边会封一个野 然后把这个调香师架在里面用触手拍 如果拍死了以后是个地下室 这个地方如果能把这个调香师留在这里 就会非常的舒服 但是这边板子一残,调香师往外一走的话 留不在地下室了 空军第一台电机已经修了90%了 转圈再躲 这里没有任何交互点 刚才感觉有点急 就是他在转圈的同时呢 你就往前走就行了 对吗 你总得吃一刀 不过幸好这边交互点还是离得比较的远 没有能够有机会接到下一个交互点 但是依然是两台电机开掉 就近挂上这边的防守 第一波可能是让空军来就 因为空军的机修完了 这边佣兵出发呢 还是让佣兵来就 通缉到了佣兵 通缉到佣兵佣兵这边过来 他得拉个互币 得多绕两拳 要直接救的话呢 这时间上面有点损 就看这波能不能打一个双导了 一刀 佣兵佣兵一边子打中 这边打中第二刀 救下来 再打双导 可以 这波双导是一个翻盘的点 因为前期抓人不够快的话 刚才那种局如果不打双导 屠夫最多最多就是往平局方向去 想要三杀得穷者给机会 现在的话这波双导打完以后 对吧 你要么就是不救 穷者这边其实是可以选择不救宝平的 因为不救宝平黄英是最难受的 不救宝平黄英是最难受的 佣兵这边想要趁最后的时间 强行把他自己的遗产机点掉 但是没有点完 看空军 空军这边好像是有想法来救人 我个人的判断和我个人的感觉 这波就是空军不要救 就在这边卡着你是最好的 如果说空军这波救人再吃一个双导 那不好意思 这把黄英之主翻盘的点就很大了 佣兵那边本身有根触手 他自摸起来时间还蛮长的 这边救不下来 nice 非得救 好 你要救来 你的佣兵还躺在地上的 那这把应该是有三杀的机会了 真四杀的局了 看见佣兵了 好像 先知 那这波 这波之后呢 这个先知必须得救了 这先知必须得救了 救下来空军要交枪才行 两台电机吃两台遗产 还是在这个大局观的选择上面 毕竟我们是上帝视角 看得非常清楚啊 求人者他打的时候 那个局势没有我们作为上帝视角 来看得那么清晰的 先知这边救人 看见先知能不能救下来 如果提前被拦到又有插眼 减换移速 这边一根触手 不太好救 一鞭子打中 一倒 空军再倒 难受 争取一个四杀 直接挂上 剩下两个残血 要救也得用兵来救 用兵来救 救完空军得交枪 然后空军还得溜起来才行 讲道理 这个空军还是给了一波 蛮大的机会 还是蛮大的机会 哎呦 这边是护必过去了 他这里救下来得帮忙扛刀 先知那边 挨一刀 再躲枪躲枪 空军这个地方应该是 怎么说 一枪交打掉 最后一台电机 是佣兵的遗产 这边 不想放这台遗产 对 这里不用去管这空军 上挂飞也没关系 还是难道想切尸场 我觉得插个眼 封住台电机就可以 佣兵会打 而且这个佣兵是交掉自摸的 不用管佣兵 空军你敢露脸 我一刀打掉你就上挂飞 挂佣兵 这里 这边是外面重修了一台 这边挂佣兵 然后再去找 空军会被摸起来 我们不知道空军的天赋 因为空军刚刚没有救过人 如果说空军有薄命穷者 这边还是有一些机会的 插个眼 先控住场面 一根触手拍 找到 大哥找到人了 两个人 佣兵是个铁屁股 这里看起来的是 空军 不要执着于抓这个空军 我觉得会比较好 就守在那边 然后守着电机 这里电机这边也插着眼 控住他们是最好的 我们来看这边怎么防守 这波防守能不能打下来 能打下来就四杀了 打不下来 穷者有一波机会 因为感觉这个空军手上 可能有一个 博命 挨了一刀 这空军好像不敢救 回去了 这空军怎么走得有点慢呢 一根触手 先凝视上 先去这边再修 这边追 死追空军上挂飞的 但是要四杀的话 这里追空军 一边拍倒 那边应该是 能够把这佣兵救下来 佣兵救下来以后 两个人可以强行点一下电机 还是应该守电机 这样的话 有给全人跑一个的机会了 这边电机 能修掉 传送 传送可以 这波传送 先知在这里 这波传送切住 只要守住在电机 可以 漂亮 佣兵挨一刀 强修也修不掉 完全四杀 最后这一手传送切的 也是非常非常的果断 但这个东西就是 万一电机亮了 你传过去 可能要出点小声 不过还好 就穷者这边道具 都是你用完了 那双方在 第二局打完以后 是全部平手 我们稍使休息 看第三局比赛 好 谢谢大家